您可以要求儿童触摸身体 以帮助他们了解自己身体的各个部分 例如,您可以问 你可以摸自己的鼻子吗? 孩子可以摸自己的鼻子 您可以问 你可以触摸自己的手肘吗? 他们可以摸自己的手肘 然后您可能会问 你可以摸自己的耳朵吗? 他们可以摸自己的耳朵 了解不同部位的名称 有助于孩子了解自己的身体 对不起 细节眼界 您可以摸自己的耳朵 最后又得知 您有该答案